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庄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登节2月2号登场 迎接荣年星期下 各大企业友好城市 学校协力打造多元灯饰 福星国小师生们发挥想象力 彩绘灯笼 传承传统灯笼记忆与文化 熊赞跟着福星国小学生们 一同彩绘灯笼 要为今年的台北登节 装点多元灯饰 同时也学习传统灯笼的 记忆与元宵文化 因为我觉得这样 这样可以让大家展现自己的 那个画画技术 然后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作品 然后让大家欣赏 我画了一些海洋里的生物 还有一些音符 然后星星 还有一些气球 我画的是那个龙 然后因为 我画龙 然后因为 因为那个快要 因为已经龙年了 所以我画一只 还可以的龙 然后上面的装饰 我是画灵片 因为跟龙有关 所以感觉让大家看到 可以很壮观 然后这样 可以欣赏自己的作品 你喜欢灯节吗 喜欢 就是很多灯 很好看 很漂亮 我们这次指导学生呢 参与这个灯节的创作 有三个重要的元素 首先是福星的英文字 还有福星的中文字 因为西门丁这边 有很多那个涂鸦墙 那其实都是用文字 作为那个图像的表现 所以我们让孩子 把文字也放入画中 然后福星中文加英文 让他自己对于学校的 那个认同感 还有图像的那个结合在里头 那我们在 以今年的龙年图像 作为三个主要的 主视觉的要素 那这个灯是熊战的灯 因为熊战历龄 所以我们为了熊战呢 也创作了熊战的灯 然后台北还有福星 一起来庆祝这个灯节 因为我们孩子 我们学校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台北市的 最早发展的一个城区 那现在的孩子 对台北的历史 其实不太了解 我们就借由这样的课程 把龙年跟台北 这个整个台北古城区的 这个有关一些相关的历史 然后在课堂上让孩子知道 由孩子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内涵 去做一个创作 我想孩子会更认同 他们所出生跟成长的这个地方 2024台北灯节即将在2月2号开展 分阶段方式进行 灯区包括捷运西门站至捷运北门站 真华路一段周边 多个场地规划主题灯饰 观环境系列活动 其中福星国小小朋友的灯笼 会集结在龙藤四海灯组区 打造灯笼隧道 也装点周围天桥公民中心上 希望祥荣带领到台北市来 带领大家怎样呢 一起大步卖钱对不对 然后带来新的希望 那真的不容易 而且我们学在哪里 西门 西门这个地区是台北历史 保留多元文化最多的地方 包括龙乳都在这边 多元文化龙乳在这边 刚才我听下来讲说 美术馆在这边 很多的国家在这边 很多的历史的古迹都在这边 非常有它的意义 刚好我们今年是建成几周年 各位知道吗 建成140周年 刚好办这样的活动 非常有意 也会在西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能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像这样子 真的是蛮好的地方 那今年呢 刚好小朋友的彩绘 你们的彩绘 会不会在这边展出 会不会 会 一定会在这边展出 希望说我们小朋友 我刚才看了小朋友 不画作 非常比我画得还好 比我画得还好 这倒不容易 所以给自己掌声一下 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进出 新年的台北历史 顺利圆满成功 非常荣幸受观传局的邀请 然后教育局的指导 我们跟西门国小合作 让我们的孩子来创作属于龙年的灯笼 我们孩子非常期待 我们把它放进课程 孩子在这段时间 每个人很认真的创作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灯笼 我们也希望这个灯笼呢 在整个福星跟西门这个大的展区呢 可以为未来的一年带来更多的希望 让孩子们自己的创作 可以被看见 培养孩子更多的自信 小朋友对传统文化的创意与热情 都显现在创作灯笼上 拥有百年历史的福星国校就在西区 长期培养学生美感 用艺术实现想象 也提前感受元宵氛围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湾人喜欢喝咖啡 根据统计 平均每人每年喝掉122杯咖啡 为了帮助友邦瓜地马拉 台糖引进中南美洲的咖啡豆 并推出台糖高地小农安提瓜咖啡 回馈当地的偏乡与新建学校 一杯香醇的咖啡 唤起许多民众一天的开始 为帮助友邦瓜地马拉小农 并回馈当地偏乡 台糖以平价的精品 相纯的工艺 推出台糖高地小农安提瓜咖啡 让咖啡不止飘香 更能跨海宋爱 瓜地马拉的咖啡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那么除了它独有了这个围气候以外 这个高地 另外最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我们台糖为什么会进口 瓜地马拉的咖啡 第一个在安提瓜的部分 它是瓜果的八大产区之一 那么也是我们台糖进口非常难得的 就是具有雨林的认证 那么台糖进口的这个瓜地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也是属于单一产区 也不是像一般我们市面上 有一些是混沌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特点 台糖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国营事业 那么富有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对于中美洲瓜地马拉 是一个邦交国 我们非常非常的关心 除了说台糖进一级之力 进口这个砂糖以外 在咖啡豆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瓜地马拉的咖啡豆在台湾的这个 来源果里面 它是第五大 那我们台糖从去年开始进口这个瓜地马拉 高地小农 那么总共有61位的这个小农 我们就是从安提瓜来进口 那么这个部分 台糖基于这个社会公益 我们会从收益里面 会提拨一部分来帮助瓜地马拉 在偏乡地方兴建学校 也就是说台糖希望能够 除了我们砂糖以外 在咖啡的进口 也能够帮助瓜地马拉偏乡的学校 让这个瓜果的经济 在这个弱势的部分也好 或者在小孩子上学也好 我们台糖都能够尽一己之力 请起动 瓜地马拉大使巴迪亚 以及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 外交部常务次长陈立国等贵宾 都出席上市记者会 并大力推荐安提瓜咖啡 希望集结各界力量 堆砌友邦小农与小朋友的无限未来 台湾有非常多坚定的友邦 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对台湾有非常多强烈的支持 那友谊是互相的 友谊是互相的 台湾一年的咖啡的消费量 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在这个惊人的消费量里面 我们能够有效的展现出我们的友谊 甚至以台湾这样子国营公司的身份 在瓜地马拉能够捐助一部分的营收 来新建小学 事实上这个是我们台湾人 对于我们的朋友 一个最好的友善的表现 那除了台湾公司 今天会把这个产品上市以外 其实在座各位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都喝过这个咖啡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个大家如果曾经在高铁上喝过咖啡的话 请大家记得 每个月1号到7号 台湾高铁上面提供的咖啡 就是瓜地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记得 可以跟台湾直接买 接下来同路里面 你都会看到那一个包装 那个就是台湾要新上市的咖啡 我也喝过瓜地马拉咖啡 我去过安提瓜三次 所以跟各位挂保证 外交部 特别在这个场合 包括我们的杨董本身 我们曾市长本身 巴迪亚大使 三位一体来跟各位认证 这个雨淋认证以外 还加上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 还加上我们各位曾经尝试过 喝过瓜地马拉 安提瓜 这样一个高地小冬咖啡的朋友们 都可以一起参加 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来认证说 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因为 对我们友邦超过90点邦誼的瓜地马拉 他们即将在1月 其实14号 就要有他们的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场合 用这样的方式 来庆祝双方超过90点的邦誼 的确别具意义 由于瓜地马拉拥有肥沃火山灰土壤 农场位在高海拔 纯净无污染 适合栽种咖啡树 其中安提瓜咖啡豆带有甜莓果香 与奶油坚果香气 风味大受好评 海拔越高 温差越大 甜度越高就好像水蜜桃一样 所以我们的豆是非常的甜的 那甜的豆跟一般的豆有什么不一样 甜的豆可以做到浅焙 浅焙会回甘 有点带酸 各位我们如果说用浅焙的话 有很多人不敢喝酸的 所以我们用中焙来做 所做出来的就是各位喝到的味道 高铁的部分是深一点点运到成本的考量 但是所喝的都是同一个高地小农精品咖啡 而且是偏香的 我们需要帮助他的 我们并没有透过任何的协会 任何的经销商 盘商 贸易商 这一些来做分润掉了以后才拿到豆 我们是直接跟小农接下 我们的国际贸易组直接接下 台糖安迪瓜咖啡 在台糖各营业据点及各大量饭超市 都可以买到精品及绿瓜咖啡 及半磅豆咖啡 民众在品尝香醇咖啡 还能将爱心散播到友邦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即将迎来农历新年 老吴老基金会 携手台北市郁达高中餐饮管理课的师生 用爱与专业厨艺 拥抱独居长辈 又在小年夜当天 为独居长者烹论新鲜美味的年菜 有什么油啊 你油啊 活久一点啊 有 来到这里没有让你觉得可以活久一点 至少还有三万年啊 是什么样的活动地点 让长辈觉得还可以再活三万年一样精神百倍 这里是老吴老基金会举办的幸福年菜 一主活动现场 由玉达高中餐饮管理科青年学子发挥专业 为独老长辈烹煮新鲜美味的年菜 基金会特别找来94岁王姐奶奶和74岁高爷爷来试吃年菜 透过团员一起吃饭 让独老感受过年围炉氛围家节不孤单 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的感觉如何 有欢迎吗 人家很欢迎 人家很欢迎 他们都现在很好吃 都不服务 好像团员很欢迎 午菜一汤一饭的年菜 届时会在2月8号送出给基金会服务的独老长辈们 菜单包括里卖石井饭 清蒸鱼 白菜狮子头 会食书等 考量长辈饮食需求与习惯 料理几乎没有油炸 以养生和营养均衡概念为主 整套年菜让长辈吃起来无负担 这一次呢 我们是跟老吴老基金会合作 那我们是做给独居老人 所以这次的年菜啊 我有特别设计过 包括有虾子 嘴虾 这是每年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吃到的 那还有云饿 云饿的部分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老人在 也是 虽然是年菜 可是它还是有个降血压 还是有个养生的一个作用 在里面 所以我在前菜的部分 特别设计的是 凉拌云饿 跟我们的嘴虾 那再来呢 我有猪肚四宝汤 这个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个汤 一个热汤 那里面呢 我是用红萝卜白萝卜排骨 还有猪肚一起下去炖的 也希望给长辈们 补充他们平常 那个元气 和平常少吃到的营养 那用过年的时候 把它补回来 我们这边呢 蔬菜的量啊 在这一套年菜里面 我们配了很多 主要呢 我们也顾及到长辈 它的营养 那这一套 这一套的 它的特色 就是不用油炸 包括獅子头 我们也是把猪脚肉把它剁剁 剁成几乎快要变成泥 让长辈吃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干 不会那么的柴 那整套下来 所有的营养 几乎都是很均衡的 因为有虾子 有蔬菜 还有肉 以上 谢谢 我们老衣老基金会在 办理这样子 拥抱多了爱不不打烊的活动 其实 最终诉求的是 希望说 让我们很多的 独居的长辈 他们可以在年节之前 感受到一些温暖 那甚至后来我们延伸到 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它是一整年的陪伴 因为我们希望长辈 不管是透过 可能用年菜 开启一整年的幸福之外 他在每个 不同的生活的阶段 他可能还是有 他不同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 一系列的活动 包含陪伴他 去采买年货 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些 呃 家里的一些电器啊 家电啊 可能会需要修散 甚至是说 他可能 自己居住的环境 遇到了一些 需要做一些修散 或者是说 设备替换的部分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 包含 可能长辈有一些 未完成的一些 愿望 会透过圆梦计划 来协助他达成 那有些长辈 甚至他其实 平常都是 比较没有家人的部分 我们就也 还有透过一日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进行 让长辈感受到 所以其实 呃 有人陪伴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这样子 对 这次的活动是 有一个市场的部分 还有一个收到年财的活动 是 让我们 呃 这次应该就是我们第十八届 永宝罗罗罗爱国党的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 会先以年菜为主 那透过呃 年菜来开启 长辈一整年的幸福之外 其实我们也 跟预打这边 合作非常多年 那呃 透过说 他们呃 就是师生 为长辈设计的这一些 营养又丰富的年菜 那让长辈感受到 其实大家 不管是 不同的年龄层 其实都还是用他们的方式 在关心我们 社会上这些独居的长辈这样子 老吴老基金会连续多年 在小年夜当天 现主星星年菜送到长辈家 陪伴长者 温馨围 活动结合 预达高中 让参与学生一展厨艺表现 更能借此关怀独老 关注议题 期盼活动能鼓励更多社会大众 加入关怀 与协助独居长辈的行列 老吴老 越老活越好 Oh yeah 记者丁科宇 温云郡台北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冬季是肠胃道传染病流行的季节 农历年前后更是高峰期 其中又以 懦罗及轮状病毒最为常见 台北市卫生局就提醒 病毒性的肠胃炎传染力强 容易在各年龄层中传播 一旦出现呕吐和腹泻等一次症状 应该要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 冬季是懦罗病毒及轮状病毒主要流行季节 依据疾管署资料显示 台北市近两年通报腹泻群聚案件 有高达76% 发生在11月到隔年3月间 其中有81%为懦罗病毒引起 任何年龄层都可能感染懦罗病毒 而轮状病毒则是引起5岁以下 幼童腹泻最常见的原因 今天要谈到两个主题 一个是懦罗病毒 一个是轮状病毒 懦罗病毒通常发生的是年纪比较大的 大部分都是大人 穿给小孩子比较多一点点 那么他大概都是 发作的时间就是以吐为主 大概一天到三天左右 他就结束了 轮状病毒就不一样 第一天第二天先吐 然后接着去拉肚子 那么可能拉个七八天左右 慢慢慢慢地改善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虽然现在已经 没有说很大的死亡率的问题 可是一旦拉肚子的时候 他就发生他 没办法散疤 没办法散课 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去照顾他 要住院等等一大堆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对这个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力 脱油做补助的计划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很多小朋友 就非常的棒 所以轮状病毒跟NORO病毒 我们再怎么样子的 最重要虽然他传染力很高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议防 所以当他 口语疫苗可以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万一如果呕吐的时候 或者是常使怎么用的 我们通常就是用 用1000ppm的这个漂白水去做 这个处理的模式 如果有真正的 我脱油出来的时候 那么就要到5000ppm 这个就是一般的处理 马建儿童医院李洪昌医师 特别提醒 照顾腹泻孩童 避免常见的错误观念 应注意腹泻时更要及时补充水分 及预防电解质失衡 以免脱水 另外运动饮料含糖量高 应以口服电解质水溶液为主 并适时就医治疗 那当然一旦得到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水分跟电解质的补充 那么大笔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尽量喝所用 或药用的 或医用的电解质饮料 尽可能不要去喝 所谓的一般的这个 外面的卖的那个 运动饮料 因为运动饮料它里面 主要是这盘 但是我们医用的 运动饮料的那个 所谓的电解质饮料 主要是普拉达 这两个不一样 那么用电解质来讲的话 医用的通常电解质含量 只要高一点点 通常是30-50ppmEQ 但是市售的运动饮料里面 最高的是生活运动饮料 也不过是28.8mEQ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一旦有问题 竟然是用医用的 这个电解质饮料 这样来做处理 卫生局呼吁 病毒性肠胃炎传染力强 容易在各年龄层中传播 一旦出现呕吐和腹泻等疑似症状 因尽数就医 并在家休息 同时注意环境清洁 症状解除48小时后 再返回上班或上课 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或朋友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酒精成瘾对健康的危害比想象轴更大 为了要帮助借除酒饮 台北市卫生局酒饮治疗费用补助方案 让有问题性饮酒或酒饮者 每人每年最高有4万元整的治疗费用补助 民众聚餐或闲暇之余会小酌助性 但饮酒过量不只会影响个人身心健康 更会造成家庭与社会的问题 卫生局持续争取卫福部酒饮治疗费用补助方案 若民众有饮酒问题 可寻求专业评估与协助 其实有一些个案啊 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它的喝酒状况 其实有一些达到就是失控的情形 好比说它已经就是营养量越来越大 然后整天都耗在就是喝酒这件事情上 没有办法做一些正常的工作啊社交等等的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酒精成瘾的状况发生 那这里就简单列了就是4个就是筛检的问句 只要出现上面任何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高度怀疑它有一些酒精成瘾的课等性 那需要就是尽快的转介到精神科 或是成瘾防治科去做一些评估跟治疗 那这4个问句分别是就是 第一个如果当事人有没有出现过一种情况 就是他其实没有想要喝太多 但是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不知不觉就喝过量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个则是就是他周遭的一些家人朋友 其实会劝他应该要少喝一点 也就是这种情况被周遭的人就是发觉到 然后提醒当事人 那再来的话就是对于喝酒这件事情 这个当事人他会不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种就是 不应该或是远会就有这个罪恶感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最后就是说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就是在早上一起床 都还没有吃任何食物或吃早上的情况下 因为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得要去喝一点酒 然后让自己好像比较精神恢复的这种状况出现 如果出现这以上4个状况的任何一个情形 那就要高度怀疑是酒精成瘾的情况 然后应该要进述到精神科 或是成瘾防治科去做一些预估跟治疗 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 已将酒精食用障碍症 列为影响全球十大疾病之一 酒饮者长期饮用酒精 会损害全身器官功能引发癌症 另外喝酒会脸红的人 代表可能具有酒精不耐症体质 会让健康损害情形更加严重 那其实大家比较常知道 应该就是比如说酒精性肝炎 或肝硬化肝癌这个相关的疾患 是跟酒精有高度相关的 那其实除了肝脏疾病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疾病的 就是风险引体 其实跟饮酒也大有关系 那这边就列举出就是 一些就是目前研究上显示说 跟就是想起饮酒精 可能会导致的疾病的一些 有些裂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失智的一些情况 那还有一些人是有些神经病病 好比说一些手麻、脚麻 或是说步态会觉得不是很平稳 走入好像有点颜色导致风的状况 那这个是神经的一些病病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些癌症相关的 好比说口腔癌、口咽癌、喉井癌跟蚀道癌 那可以看到就是跟就是我们的消化大池衣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酒一喝下去之后 它所到之处的这些消化道 其实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些危害性 那再来的话心脏的部分 有一些人到后来会发现说 有一些心肌肥大的情形 那这个可能也会跟酒精摄取的之间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再来女生的乳癌的部分 目前也有研究发现说跟饮酒有一些关联性 那再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肝胰化跟肝癌 那这部分就是相关性 我想大家应该都熟门想 那也确实在臨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 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大肠脂肠癌 那甚至是骨质疏 依据国建署国民饮食指标手册建议 以啤酒为例 男性每日不超过一罐 女性不超过半罐 卫生局提醒民众留意自身与亲友 是否有问题性饮酒行为 及早察觉 并寻求专业医疗协助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异常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二听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加集团关心您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议举办寒冬助老刻不容缓独居弱势长辈的关怀计划 希望在四个月内募集到三千万元助老服务经费 我们来看看 头前臂夹娃娃 艺人Ella 陈佳化和独居长辈差一点就夹到拐杖爷爷娃娃 不死心继续夹 终于夹到 开心的又叫又跳 这台创意捐款娃娃机 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结合史下流行设计发现角落 孤老人大型创意捐款娃娃机 结合商场展开北中南巡回站 让民众与朋友孩子家人体验娃娃机时 也能同时关心独居弱势长辈拯救角落孤老人 我刚刚看到了复眼阿公 还有听力不好的长大婆婆 我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爸爸他其实现在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样 然后听力不好 的确他已经带着助听器了这样子 可是我对于拐杖爷爷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知道拐杖爷爷的原型本人 他每次只要是社工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总是笑容满面的 然后那个笑容满面就是一种感谢大家来关心他 感谢大家还记得他 然后后来给予他帮助 而且他也愿意能够去给予大家一些帮助 有心的感触 他们很有爱心 主要提供给社会一些弱树团体 或者像我这样一个老人 很好的生活上的关心 提供一些服务 最重要的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就是 就是 都会感动 感动 都会 对 关心老人 对 关心 阿公阿嬷 生活比较迫 我们买照以来买年才 还是送那年才 很高兴 每年都在买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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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 好 常常去做 像 佳乐府还是去前年去 买年才 买年才 好 很开心 我们都向大家设论论议 有了 有几十个都设论议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很开心 每个人都会买 买到很丁 对 如果你知道 你要带人去买东西 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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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岁的李爷爷 第一次体验娃娃机 也同时圆了爷爷 想尽一己之力助人的梦想 宣传宏道的公益活动 连续第六年担任 寒冬助老公益大使的Ella 也呼吁民众一起用爱 帮助角落孤老人 那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还特别看了一下 宏道老人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历史 他们从1995年 就一直创立至今 已经服务这些老人家们 独居长辈们已经28年的时间 而我才六年的时光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持续的为这些长辈们服务 然后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六年 然后陪着宏道老人基金会 然后多多关心角落的这些可爱小生物 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从主角变成配角 然后再去抢角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是那一群人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样子的爱去延续下去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持续关注 这些社会上角落里面 需要被照顾的独居长辈们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 或者是我们常年都在提供的 我看了一个我们去年的一个 在彰化的一个服务报告里面 其实大概有24%左右的长辈 非常需要心力支持这样子 也就是其实独居的长辈 其实他在家里面 他的孤独感会特别的重 所以在社工的评估之下 觉得这件事情对长辈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很关注长辈 怎么样降低他的孤独感 以及提升他在生活上面的幸福感 以及有机会让长辈多一点的社会参与 这个也是在我们所有提供服务里面 将近是19%这样子 那回过来看这近万名的长辈里面 其实我想刚刚讲到我们很希望 可以让他有很好的这个陪伴这样子 那我最近因为快过年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搜寻一下 在那个Google的那个图片 不是可以搜图片吗 我就用过年两个字来搜这样子 然后出现在第一页里面有两个字 两张图片 其中11张图片里面的7张 里面啊 那个照片都是满满的人在围炉 然后我就想 哇 其实这个大家对于过年 特别是年节这件事情 大家第一个想象就是 很多人陪伴 然后很多人可以一起吃饭 这个也更突显了 其实我们一直很关心长辈 其实平常他们没什么机会 有人可以陪伴他们 除了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社工长 所以在年节期间就是 接下来11月到2月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透过寒冬助老的服务计划 透过陪他们一起 可能是除旧布新 然后陪他们送他们这个过年需要的物资 或者是带他们走出家门 一起来陪购物 然后陪他们吃一顿为炉餐 然后或者是过年了之后 长辈最喜欢去的是到庙里面去走春跟拜拜 这一切都很希望可以让他们过一个 满满的有幸福的年 红道基金会持续以半年货 为炉餐 松年菜等服务 陪伴长者温暖度寒冬外 也藉由创意设计 吸引民众关注影法议题 进而同理长辈处境一起助老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而上不良的管教案件实有所闻 根据儿福联盟公共场合目睹大人 打骂小孩的经验调查发现 有近9成的民众都曾经在公共场合目睹过 因此儿蒙就推动了零暴力空间 打造安心更好的社会 民众用手机拍下在公共场合中 目睹大人打骂小孩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 有近9成民众有类似经验 其中更有16.6%的民众表示 每个月都会看到这类事件 其中超过5成民众是在购物商场 或是餐厅美食街目睹 显示多数儿哨不良管教行为 都发生在有大量人群的公共环境 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当事孩童自尊心低落 甚至伤害身体和心理层面 当孩子受到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 他会开始改变他的一些人格 他的这个认知会开始改变 然后呢会开始 他会害怕跟别人交际 他人际关系会开始不是那么顺利 接下来就开始会有不健康的行为 包括抽烟喝酒性烂交 而这些不健康的行为 就导致了疾病以及死亡 所有的这些措施里面 预防绝对是最重要 而且是最省钱的 在暴力事件即将要发生之前 如果有第三者能够好好的劝说 有适当的技巧 来避免这样子的暴力事件 打小孩的事情发生的话 那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预防 后续的一些变化 而且其实大多数的家长 其实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 只是那一刹那 就突然间理智断线了 所以那时候说 稍微缓和一下 有一个适当的空间 像这样领抱怨的空间 要缓和一下 提醒一下自己 过了就过了 大家在做一下好好沟通 体罚对孩子的影响 我们儿蒙每一年都在做调查 其实它影响的 不只是亲子的关系 还有孩子的自我价值 那长期来说 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也是儿蒙 长期在推动 希望是爱孩子 领暴力的这样的概念 那在2011年 我们推了曲思大以后 我们在2021年 接触了一些国际的组织 希望推动的是领暴力空间 他就是更进一步的去觉得 人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大人 其实不能打小孩 也希望小孩不能打大人 或者是大人小孩之间 都不要有暴力的状况 调查也发现 遇到这类事件 有六成民众 会先站在旁边看 必要时再出手 而其次超过三成 则是装作没看到 或是不处理 显示领暴力空间 设立的重要性 透过公开且显额意见的标示 让进出场所的人知道 这是一个领暴力空间 不管是餐厅 不管是医院 或是一些公共场合 包括他们找了 县市政府来帮忙 所以我说了 其实我不敢 当然我没有数据说 它未来会有多有效 但我必须说 比什么都不管 来的一定会更有效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最后一句就是 对于这些受暴力的孩子 我想说一句 救一个就算一个 我们只要救到一个 我们就赢了 我们其实准备了有五堂课程 从初节 当然我们提倡的是 要及早介入 当然其实如果这样的暴力还没发生 我们看到就是气氛不太对了 比较紧张了 我们其实工作人员就可以介入处理 但是当然我们的第五堂课 还是谈到通报 因为有时候我们处理的过程 就发觉说孩子 其实可能已经有在家里 或者是平常就不当被对待 我们还是会提醒说 据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报 那如何进行通报 而福联盟零暴力空间倡议行动 已经成功号召超过一千个空间 贴上标章 而福联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 一同响应 为保护儿哨而努力 爱孩子 零暴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 金奖导演杨首逸 耗时超过三年 花费千万完成超热血的纪录片 赤心巅峰 贴身拍摄越野跑者 古明镇周青成功挑战中央山脉 纵走最速记录的过程 赤心巅峰 记录中央山脉大纵走 越野挑战 是穿越不同天后地形 在野外进行的极限运动 挑战计划 由人称山顶廊的 越野跑者古明镇发起 邀请越野一哥周青加入 两人前后共翻越40座百月 全长322公里 创下8天16小时54分钟完赛 缔造中央山脉 纵走最速记录 我觉得中央山脉很美 我们常常说它是护国神山 但我们其实对这座山的完整性 是很陌生的 非常陌生 它叫什么名字 我们只知道它叫做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有60座的山 它是有名字的 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念出它的名字 甚至以为它是国外的山名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对我来说 透过中央山脉把全部的 它们的脸 它们的容颜 然后它们的名字 在电影里面大量的呈现 对我来说 在地理或历史上 其实它充满教育意义的 大部分台湾的生态影片 都是结合林物局 或国家公园 这样的系统来介绍 非常非常好 也得到很多国际影展 但是从人的努力 跟山的登山结合 这种比较极限的故事 是的确比较少 我希望的确它可以 跟这个世界更多的对话 渡大哥压了一个 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 谁也不敢保证说 是一路平安 片中不仅有 古明镇与周青 正式挑战时的 跟拍记录 也有他们训练 及敞刊的画面 以及两位跑者 险些醉癌 溺水等惊险过程 相差三十岁的两人 过程中 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也发生剧烈争吵 最终一同完成 这项艰难的挑战 前面就是仙癌 你不是一个团队吗 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一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哭出来 冲突还蛮多的 应该是说 面对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每个人的选择 还有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那谷大哥他是按照他的经验 经验谈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按照目前的科技 我的手机 我的轨机往这边走 但是他的经验是 告诉他往那边走 所以我们在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那个当下是很痛苦的 那个就像是全身赤裸的 走向极地 你不停的颤抖 但是你没有任何一刻 可以停留下来 那你停留下来就是争吵 然后再争执 所以这有时候是需要去磨合的 好了 学下坡的那个能力也要很重要 它不代表是你失败 而是一个处境而已 我们人常常会在高山跟低谷间回荡 我们不见得一直都在高峰 所以教育里面教我们一直上高峰 教我们练习高峰的技巧 其实我们要练习下坡的技巧 我们才有办法再能力上一个峰 中央山脉的故事 刺青巅峰不是教我们只爬一座山 它是连峰式的爬山 所以它一定是上上下下一直爬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故事其实充满了教育的意义 然后也其实也蛮砥砺人心的 任何企业也好 或者是自己来对应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对照才对 镜头捕捉了台湾屋脊的绵延山巒 串起中央山脉的面貌 呈现人与山之间的紧密情谊 导演杨首逸表示 一直都很想拍摄以中央山脉为主角的纪录片 非常幸运地遇见古明镇与周青 透过他们的越野精神 带观众一同感受台湾山林最扣人心弦的感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绝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节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以9万1000多票赢得了立委胜选 林佩祥除了感谢支持者外 也特别感谢市长谢国良的大力支持 他强调到国会后 会为所有基隆人发声 争取权益 1月13号基隆市立委选举开票结果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以9万1986票赢得胜选 林佩祥除了感谢支持者之外 特别感谢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大力支持 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 也强调将到国会 为所有基隆人发声 争取权益 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提前上工 首先在这边 要最感谢的是 我们基隆所有 愿意相信佩祥 愿意 相信说我们基隆的未来 是可以变更好的 是可以变得更棒的 我们基隆人期待的 是一场正面正向正常的选举 我们期待的是未来 基隆要从中央 获得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权限 来改变我们的城市 同时之间也是期待 佩祥来进入国会 帮我们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 我们应得的福利 那第二个 我想我后面的这些支持者们 谢啦 谢啦 一路走来 没有我们后面的这些支持者 佩祥没有机会 在这边 跟大家说出这些感言 那当然也要谢谢我的家人 我的老爸老妈 跟老婆 在这段时间 背负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要在这边 特别感谢的就是谢国良 谢市长 没有国良市长的大力帮忙 真的 而且没有他的暴力帮忙 我们这次的选举 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 所以 佩祥会把 我们全基隆的心声 全基隆人的支持 放在心里面 跟我们后面 一起打拼的团队 到国会 把我们所有的基隆人发声 把我们所有人 基隆人争取更好的权益 更大的权益 让我们未来 把我们的家 把我们基隆市 变得更好 变得更棒 谢谢 不过选后第一件事情 是马上要跟中央各单位 开始做出协调 因为我知道现在 有些 中央各单位 尤其像港务公司 尤其像国有财产局 有些我们黎民 有些我们基隆市民的权益 他们是有时效性 有时间性的 可能马上就要被改变 那佩祥会禁 所以礼拜一开始 我就会安排 跟各单位进行拜访 进行会堪 然后把我们 目前我们基隆市市民 对中央或许对基隆市市民 有所不变的地方 先把先一步去了解 然后先一步去沟通 再来我会积极跟市府 来展开联系 我们来合作 看基隆市府 需要怎么样中央的协助 需要怎么样中央的帮忙 而这些事情 配想认为都不能等 不能等到说2月1号上任之后 再慢慢一步一步来 下礼拜 下礼拜一就开始 高兴 只有了不起 两个晚上一天 礼拜一继续拼命 继续打拼 继续帮我们自己 基隆的争取权益 不能停 绝对不能停 时间很短 而且基隆要处理的事情 基隆要拿到的东西 基隆要该争取权益很多 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那我的团队也知道我是个性 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我们要积极的去争取这些 我们应该有的东西 这是佩祥未来会做的事情 干嘛关心国民党 民进党在立委的席次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那各地区还在开票 那未来 我认为不管党派 那对于民生议题 对于我们基隆的民生议题 我认为各党派 他们各有需求 我都会寻求大家的支持 当然是本党优先 那我们要想办法 在立法院就提出 我们对基隆市有利的发展 有益的发展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突破 一步一步的去进行 1月13号开票后 国民党总统选举结果不理想 市长谢国良表示 立委选举结果也是三党不过半 那么未来在国会 他认为还是需要继续争取 跟民众党的合作 1月13号 总统立委选举开票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大约晚上6点就赶到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和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一起关心开票情况 晚上7点半左右 总统选举持续开票后 国民党总统选举 趋势结果不理想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如果立委选举结果 也是三党不过半 那么未来在国会 他认为还是需要继续争取 跟民众党的合作 我看到侯友宜看似 获选的机会 已经慢慢变低了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 而且非常的失望 那不过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努力了 那虽然总统没能胜选 不过我认为未来 在国会一定也 还是要能够 形成一股有力的力量 来制衡未来的执政党 所以我希望 我们国民党 还是要继续加油 那我觉得这一次 在选举的过程中 其实民众党 其实他选的也不差 坦白讲 所以我觉得未来 不论是在国会也好 台湾政坛也好 也是不能够忽略掉 民众党的席次 在国会可以带来的影响力 那我真心是希望 在国会未来 这个国民党 未来也还是可以 跟民众党合作 大家都了解 我们一直都是希望 两党能够合作的 从当初到现在 也是没改变过 那国会未来 假如能够合作 席次也足够 可以制衡 这个政府的话 所有的政府 都是需要 有一些制衡的 我希望民众党的朋友 也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假如民进党 看来未来 执政的机会是 会继续执政的机会 是蛮大的 然而假如 没有办法 给他任何的制衡 包括尤其是在国会 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制衡的话 那未来的台湾 我觉得 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忠心的 第一个 希望我们国民党的 国会的席次 能够获得一个 不错的成绩 第二 假如真的是一个 大家都不过半的情形的话 那我觉得 未来还是要继续争取 跟民众党合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民进党 基隆竞选总部主委 蔡世英 与总干事 议长佟子委 陪同立委候选人 郑文婷 宣布败选 郑文婷 恭喜林佩祥 希望她上任后 能够接续 蔡世英委员的做法 为基隆市 争取更多 中央的资源意诸 再一次 深深一举功 感谢我们所有 我们好伙伴 以及我们各位朋友 所以朋友 对我们的肯定 照顾 谢谢大家 谢谢 在竞选总部主任委员 立委蔡世英 竞选总干事 旧市议会议长 佟子委 及后援会总会长 张芳丽等人陪同夏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郑文婷 已深深的一举功 向支持者表达歉意 开票结果出炉 虽然林委寿命 拿到接近7万票 郑文婷坦承 自己还是努力不够 她除了感谢 内政部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世英 议长佟 党籍议员 与竞选团队 还有志工伙伴的努力协助 也承诺将继续以议员的身份 为基隆市民服务打拼 并期许当选立委的林佩祥 能在立法院为基隆争取更多 这次的败选是文婷努力不够 表示我没有办法得到 广大基隆市民的认同 没有办法让市民朋友信赖我 交托这一个任务 我想这个是我个人努力不够 所有的败选责任 都有我一肩扛起 我要感谢所有在这一路上 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我也要祝福今天的当选人 林佩祥先生 表示你获得大多数基隆市民朋友的认同 但我还是希望你要记住 基隆市民的音音期盼 基隆的建设还需要仰赖您的争取 基隆的未来还需要仰赖您继续努力 感谢所有的朋友这一路上的陪伴 让我们共同经历这美好的一战 这个过程里面 有欢笑 有汗水 有艳阳高照时 有花风下雨时 但我们都一起共同经历 未来文庭还是会持续守护基隆 守护台湾 立法人蔡适应与议长同志伟也鞠躬感谢 市民用选票表达对民进党总统 及立委候选人的支持 虽然总统顺利当选 但是立委选举结果也显示 民进党在基隆基层经营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相信在未来的赖总统的领导之下 台湾的未来会继续发光发热 而赖总统因为跟基隆有深厚的感情 我也相信未来在许多的方向 会继续来支持基隆的各方面的发展 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谢 在座的好朋友 在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投票过程当中 给我们的很多支持跟努力 那虽然我们在基隆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尽力了 总统大选 基本上大家关心的是台湾的未来 还有基隆真正的发展 我们基隆未来的出入 包含经济 还有我们的这个转型 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那立委的选举 地方选举大概在基层的经营上面 代表我们全体党公职 都有共同的责任 还要再继续耕耘 继续扎耕 如果未来我们要在地方选举上 取得胜利的话 我想我们在各个邻里 各个区域 还有在努力的空间 大概跌更前 我们地方选举大概要跌更前 陪同这问题一起车队 扫接谢票 同志委透露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已经致电 希望他转达对基隆市民支持的感谢 也承诺将持续关注基隆发展 让基隆突破改变 同志委也表示 未来会透过议长 四级全体党籍议员 持续向中央沟通 争取支持 他非常感谢基隆市市民 对他的支持跟照顾 他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他特别强调 他非常非常关心基隆未来的发展 基隆是他故乡 他是故乡的一份子 他强调他会持续的关注基隆 而且会让基隆有重大的突破跟改变 还有市民没有放心 也谢谢大家 虽然我们在国会唯一的一席代表 现在可能就是可能会面临 我们民进党这边没有一个成员 但是要特别强调 我们未来就透过议长室 透过我们全体议员 来跟中央争取一些沟通跟支持 记者张其滩基隆报道 有120年历史的基隆灯塔 这个月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 可以饱览整个基隆港的风景 这一次还结合了AR互动体验 扫描实景就会出现附近 景点的介绍 白色原著的基隆灯塔 搭配一窗一门造型 站在景观平台 欣赏海天一色美景 基隆港整个都尽收眼底 求紫山 还可以去那边求紫山 灯塔就是 眼前的海景美不慎收 仿佛让人以为来到希腊国度 但其实这里不是国外 而是基隆灯塔 终于在10号开放参观 113年1月10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之前有一阵子都处于整修之中 而之前开放只有到外面的景观平台 现在园区内也正式对外开放 全白色的基隆灯塔才一开放 每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欣赏海景 虽然主灯塔的室内空间狭小 不开放民众参观 但一旁灯山步道走一遭 白明翁炮台 灯塔 文物馆 求紫山灯塔 等景点一次收 我们夏令的时间的话 是4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 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目前为止是冬令时间 所以从11月1号早上9点 然后到3月31号是下午5点 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 这风景很漂亮啊 然后又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基隆宇 基隆宇很开阔啊 对啊 之前这边都关闭 不能进去啊 然后拍灯塔的话 你在外面拍了 直接拍一半 现在可以拍全部啦 基隆灯塔正式开放参观 成了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 登上基隆塔 除了可以保览基隆港 往来船只的景色 民众不妨走一遭 欣赏这超过120年的 历史建筑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